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5月底6月初的时候 我们去Computex采访了一些品牌 虽然大家看到的影片都是品牌方 他们自己讲解自己的摊位 好像都没有我们讲解的影片 让大家解释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怎么思考的 会安排的影片的模式 是因为我觉得当下要马上看到一个产品 然后马上就和大家介绍 其实很可能会讲错或者是偏题 如果要不讲错 就变得很像在念规格 或者是其实真的很容易脱稿 然后开始喷某个产品的缺点 或是讲到别的竞品 而且实际的情况下 是在会场如果你站一天 就是一天就可以了 你拍一天工作 这个角都是酸爆的 根本没有经历组织一个清晰的语言 向大家介绍产品 所以我们觉得与其做得里里拉大 那还不如让有充分准备的PM来介绍 他们家自己的产品 大家接受到的资讯一定是最正确 最有脉络而且没有加料的 在前期的准备还有当下的拍摄 我们也尽量去引到PM或者是行销的窗口 让他们可以尽量去讲出这个产品设计的过程 或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能够让大家看到 有别于一般官网上面看到资讯 至少是一些大家没有看过的东西 而且其实在大家没有看到的部分 我们私底下也有跟各个品牌 PM聊天更深入地去讨论这些新的产品 有些甚至是品牌的创办人 亲自给我们介绍 所以在这过程中 的确有些是不能公开讲的 但是在这样聊天的过程中 还是有知道他们一些研发的过程和想法 还蛮受启发的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半年 或是一年开箱他们的产品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Computex这样的场合 可以有机会跟PM更进一步地去聊他们的产品 那这一期呢 我想和大家谈谈 在这样一系列的采访过程中 拍摄的过程中 我们选择了哪些设备来拍摄 那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而实际上我们怎么使用 还有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的这些内容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相机 拍摄的设备 所有的工作也都建立于 你选择了什么设备 什么相机 那我们本身有一台EOS R6 但是R6长时间拍摄4K60 它是会过热的 而且过热就无法拍了 那如果降低拍摄4K30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储存的压力也比较小 但是我觉得以后我们开箱 还是会用到这些产品的特写 这些运镜 那就没有4K60的素材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 有没有可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R6如果要短时间拍摄4K60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像这样 又要采访 又要拍产品特写 而且还是一整天的工作 那基本上不到半天 它就会过热 说再见了 那为了满足原本的想法 所以这次我们就考虑了R5 但如果是R5 R6的使用者 你或许会想到 拍摄影片方面 R5是跳彩 R6是超彩 所以理论上 R6的画面呈现会更好 不过我觉得 能够稳定拍完全程 不过热 那再来考虑 谁是跳彩 谁是超彩 这个比较重要了 最后还是选择R5 实际第一天拍摄的时候 因为拍摄采访 跟拍摄特写运镜的过程 中间是没有关机的 所以第一个小时 就已经跳出过热警告了 不过还是可以顺顺拍了 并没有真的遇到说 自动关机 不能录影的状况 后面呢就提醒摄影师 进一步去控制开关机的时间 就是在拍摄采访 跟运镜的过程中间 可以让它休息一下 开机它在录影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降低 系统显示 可以拍摄的时间 那经过了这个调整以后 让R5有多一点的休息时间 后面它就从来都没有 挑出过过热警告了 当然原本就有R6 所以也没有闲着 实际上就是双击作业 当然它不是双击同时拍摄 分工做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80%的工作 还是落在R5身上 实际在设定的时候 就是将防手震关掉 不然有时候会震动 现场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有一些摊位 它们是自己架高地板 或者是那附近的地板 就是稍微比较容易震动 所以当人流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是有的地方真的是那个展台 只要有人走过去 那个脚架就会开始震动 所以那等于拍出来的东西 就是很慌 没有办法使用 其实可能可以进一步 延伸到另外一点 就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也要去避免有人进入画面中 它如果只是刚好路过经过 那还好 它可能从主讲人的背后走过去 都还OK 可是如果它直接从镜头正前面过去 那就很麻烦 那一段基本上就是废掉了 R6是完全手持 拍摄一些产品的运镜 一些摊位的空景 还有一些照片 所以它的防手震 就是直接开到随满 可能会想说 那一照片才2000万画素够用吗 因为我们是拍摄4K的影片 所以其实2000万画素的照片 如果放在影片中 还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从一个大局观上来说 在R6的基础上 进一步去选择R5 也是因为两台机器的操作 跟方面都极为相似 在操作上可以让团队快速上手 而RF的镜头群 也可以方便互换 不过实际上还是搭配 24105G多了 只是搭配不同的镜头 R6搭配的是24105F4到7.1 R5作为主力工作机 它搭配的是RF24到105的F4L RF24105就是俗称的大Key的镜 那它光圈恒定 所以比较不会因为需要 改变焦距而调整ISO 这对于在展场拍摄 我们是一下拍人介绍 然后一下拍产品特写来讲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这个镜头的重量 是稍微重一点的 但是大光圈有足够的散景 拍摄这种人来人往的展场时 比较不用后期花时间 去把路人甲路人蚁去识别化 单机论重量 R5其实并没有比R6重多少 但是加上小Key的镜 跟大Key的镜的重量差异 两组拿在手上 那那个重量就有明显的感受了 不过R5呢 因为几乎都是装在脚架 跟云台上面 所以重量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啦 那R6则是大家轮流手持拍摄 补一些R5比较没有办法去拍到的画面 而大光圈的定角则有RF50 跟RF16这两颗并干净 那不过RF50就是放在 房桃箱没有带出来 这次有一些广角们 是用RF16去拍的 拍起来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那上稳定器也是很轻松 因为这个镜头它很轻 不过广角在实际现场使用 就是你要挑那种没有人的时间 去拍摄摊位 那其实也有点难 因为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 不是摊位里面的人出现 所以广角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要注意一下 稳定器使用的是飞鱼的AK2000 这台是用蛮久的 也是一个比较久一点的型号 不过应对平常的拍摄来讲 已经非常够用 那两台机器都是使用Canon的 所以一台R5一台R6 在使用上还有后期的工作流处理 都会变得相对单纯很多 比如说颜色上 你就不用担心 它可能是不同品牌的 所以你还要去处理颜色的问题 那这方面就会变得非常方便 这个也是属于刚刚提到的 在团队的工作流当中 会是一个比较单纯 而且方便的选择 那么记忆卡 因为R5有CF Express 还有SDUHS-II 所以我准备了一张 Apasser的CF Express Type-B 它的型号是PA32CF 容量是512G的 还有一张Apasser的SDXC U3-V90-512GB 现在记忆卡名称都超长的 一定要把规格都写上去 好累 我们等一下就用简称 SD卡大家可能都看过了 不过这个跟大家预期的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现在大容量的SD卡 高阶的中卡 它可能比CF Express还要贵哦 例如CF Express这张Type-B 它的价格是17000 SDXC UHS-II这一张 它的价格是24500 没错 它贵那么多 那CF Express它的速度快很多 标示可以达到1700MB 那即便你用1000MB去算的话 也是比原本的UHS-II快了三四倍了 所以如果你是专业需求的使用者 买到R5、R3 这样的机种 其实你卖大容量的CF Express 反而比UHS-II还要更划算 我觉得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是要买CF卡你要留意它有分 目前常见有三种 一种是CF 2.0 这种速度还蛮慢的 那比较快的是CF Express Type-A 还有CF Express Type-B 那么前面再讲的R5啊 还有接下来再讲读卡机 都会去指CF Type-B的这种款式 那这种读卡机呢 目前从协议上来分 主要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种就是Thunderbolt协议的 理论上它可以完全跑满 CF Express的全速 那价格虽然比较贵 但是速度是真的很快 例如我们这次用的是OWC的 Autalus FXR 那因为它是Thunderbolt协议 它的速度快很多 它其实比这样的CF-B的卡还要更快 所以它可以满足目前 所有或者说大多 CF-B的卡的速度 目前这样的卡 它标识读取大概都是标1700MB 那实际跑到多少呢 就看每一家的卡调效也不一样 那缺点呢 就是这样的读卡机 它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也绝对比刚刚512GB 这种两张卡的价差7000块 还要少非常非常多 那另外呢 OWC FXR它这一款特别的是 它是双协议的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没有Thunderbolt 它也可以支援USB 3.2 Gen2 10G的协议 所以通用性 方便性都更高 第二种常见的协议就是使用USB 3.2 Gen2 by 2的款式 理论上可以达到20G的频宽 那不过实际跑到多少 我还没有用过 但我期待它应该可以在1000MB到1700MB之间 目前在Computex也看到了几个品牌 有推出这样的读卡机 有些是快要上市的 不过USB 3.2 Gen2 by 2的通用性不高 以Windows来讲 大概就只有近几年的主机版 它有内建而已 而以Mac的空座流来讲 对它没有支援 所以它的通用性比Thunderbolt还要更差 关于USB 3.2 Gen2 by 2的速度 还有通用性 可以看之前的这部影片 我们有完整的帮大家整理 它的工作流要怎么去思考 第三种最常见的就是USB 3.2 Gen2时区的规格 当然它无法完全发挥CFBG卡的读卡的速度 但是价格其实便宜蛮多的 而且速度表现其实也很不错 至少有个一半 那OWC Autolus这款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双卡的 所以它同时支援CFB 也支援SDUHS-II 所以我们这次拍摄Computex 就是使用OWC的Autolus这个系列的读卡机 而在G卡方面 我们就是使用Apasser的这两张机卡 一张是CF Express Type-B 跟一张SD的UHS-II 大概总共拍摄300GB吧 那实际上剪辑出来应该当然更多 不过还没有统细 所有拍摄的素材都非常完整 也有备份 然后都没有掉素材 非常稳定 也没有发生因为机卡过热 而无法拍摄或是关机的问题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和大家聊聊 我们在Computex 2023拍摄的一些想法 还有选择器材的一些过程 也欢迎大家去把Computex 2023的采访看完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